它就是说其实它旁诗的 好像创科这些其实有这样的幅度 都是跟它整体的标准 其实市场也是可能在担心 因为在疫情那时候 这些所谓家具的装修 其实来说都是迎接了很强劲的高潮 或者是一个超额性的所谓的营收或者收益 其实现在的担忧性 就和另外一个表面不相关的行业 担忧性的理由只有一个一样的 就是晶片 晶片和加勒宝或者是创科这类企业 都是市场在担心超额的收益 或者是受惠疫情的超额收益 有机会进入一段整顾期 那一有整顾期 盈利稍微倒退一些 然后那些人就将这件事大肆扩大圈掩 然后就乘机将股价折下去 那现在我想解释 创科面对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那当然我觉得这些和晶片企业龙头工资 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 一些是一个长远的企业发展里面中间的震浪 如果你觉得这个企业 其实可以捱过了这段周期之后 下一段浪根据昔日历史的角度 可以有这么美好的前景的话 那我就觉得不太应该在这些企业 是相对低潮里面才斩股票 这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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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企业 这些企业